終於一場深遠可以上天了 再入住新開的溫泉酒店 晚上去宜蘭最人氣的美景餐廳吃晚餐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朗 今集我們會在頭城玩 頭城究竟有甚麼玩 原來它可以出海上旗 還有可以玩飛行傘 我們就兩樣都會玩 看到我身後的酒店 就是我們昨晚住的地方 真是超美的 而且我們是包了整棟 剛巧沒有客人 現在我們就準備吃飯了 早餐會有海鮮粥 但因為我們要出海要搭船 所以就怕我們運算 管家很貼心為我們準備一些飽肚的食物 現在我們想玩的飛行傘 他都安排了 出海回來就有得玩 臨出口的時候 還看到他竟然有得買Bougarie 沒有用品 昨晚用過真的很舒服 很好聞 這裡很好是有管家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的管家 他就幫你叫的士去魚會那邊 我們這些行李會放在這裡 上旗的旅程會在烏石港出發 距離民宿大概是4分鐘的車程 喉城區的魚會 我們就進去搭船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出海活動 他們也接受現場預約 但我們就事先在KK Day 預約了行程 去到才發現 咦?為什麼我們預約那艘櫃櫃櫃沒有人 唉 超齊 我們以為是乘9點的那艘船 還要看KK Day 那張票據 他說10點半 那沒辦法了 現在就唯有附近的景點 叫做南洋博物館 實行6分鐘就到 偷一下冷氣 現在都要坐在海邊吃早餐 真是好不好意思 這個moment 其實是一個好的女伴 真的很重要 像Frankie那些 雖然他是Free Rider 完全什麼都不管 但他都不會怪我 碼頭後面就是一堆海鮮餐廳 我們待會下船就可以在這裡吃東西再走 沿著烏石魚港一路走 這邊還有一個觀景台 觀景台下面有著博物館 原來這邊已經是博物館的範圍 其實這裡就是南洋博物館的範圍 為什麼叫南洋呢? 原來這裡有一條溪流 叫做南洋溪 由溪流沖積和地形升高而形成的 這片平原 又稱之為南洋平原 這座有似平原 有似山的博物館 附近的環境真是好美 是這裡著名的打卡點 這個烏石港的轉運站 下面都是一個博物館 可以了解到這邊為什麼 這麼多瓊團出沒 和不同瓊羽的特性 在全球已知的85種瓊團裡面 台灣海域有30種 而南海域已經佔有超過一半 有15種 台灣東部海很深 而且有黑潮的主幹流經 都是一些大型瓊團的千元路線之一 例如虎瓊、龍沫、香瓊等 烏石港這邊有很多種出海活動 除了賞瓊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叫龜山島 它是一座活火山 有些活動都會帶你登山 不過我們這次就不登山 只是出海 來回時間會短一點 只需要3個小時 不過要留意它班次不多 看過它這座就是龜山島 其實在陸地上面都看得非常清楚 有一個說法就是 看到龜山島就知道要到宜蘭 龜山島的外形真的好像一隻龜 這個就是頭 以前這座活火山島的確有人居住 但就到天氣和地理限制 它們只可以種一些相當有限的農作物 可以到台灣本島交易 後來當所有居民都遷出之後 這座活火山島有一段時間 都不能登島 2000年之後開放了一個登島名額限制 每天千8個名額 如果大家經旅行團 就不需要額外再申請 上面最高的地方就叫401高地 要走成1700個樓梯才可以上去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雖然山上的景色很漂亮 但這麼熱的天氣 我都真的未必頂到 我們還是看海豚算了 這裡的船隻有停留時間的限制 以免打擾到它們棲息 有了 這些跟著我們就是海豚寶寶 他們完全不怕三寶 追著我們的船 這天我們真的超幸運 連導遊都說 今天我們看到的數量 是史無前例地多的 好可愛 我拍這個方向只是船的其中一邊 另外一邊還有很多海豚 我想這一天 差不多30-40條海豚圈圍著我們 好誇張啊 春夏季是瓊魚的求偶期 所以在4月至10月底這一帶 是非常之多的瓊豚 所以如果在這段時間出海 都有95%可以看到瓊豚 海豚這天看到很多 不過瓊豚真的比較怕人 通常只可以遠遠觀望 我們這天沒有看到 剛剛提過龜山道一座活火山 這個岩漿褲的岩漿園 在納粒流向海水那裡 就要形成不斷冒浦的 高溫海底熱泉 有些易氧化碳 流化的物質噴出海藏的時候 因為溫泉和海水 會有密度上的差異 所以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分界線 就要形成牛奶的白症 好像將牛奶倒進海裡 這裡也是有很多人玩SUP的 拍照打卡是超級漂亮的 除了牛奶海龜山島 還有其他神秘的白景 與其看影片 不如下次去台灣的時候 參加這個海上道相團 親身觀賞一下 走啦!很不捨得呀! 好好玩呀! 剛剛真的很開心 好好玩呀! 因為看到很多海豚圈圍著我們的船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去旁邊吃海鮮! 這邊海鮮餐廳不算貴 我們嫌多人 沒有去一些比較熱門的餐廳 我們選了這個便宜的海鮮 其實價錢來說 每間都差不多 每間都沒有那麼多人 一粒150 一支起 可能兩三百左右 我們兩個人吃得不太多 我們點了白灼海蝦 肉都很實淨很鮮味 我們還點了櫻花蝦炒飯 不是去日本吃什麼櫻花蝦 其實這裡有三大名物 敏仔魚 小卷 和櫻花蝦 好香 哇!炒飯很好吃 因為附近的海域很純正 所以出產櫻花蝦質量很高 用來炒飯就特別香 我們好像變黑了 是吧? 好像變黑得很光 這個海瓜子的醬汁炒得很好吃 加上香菜很棒 我們點得不多 但已經很飽了 吃了750元台幣 吃完海鮮回到旅館之後 已經有駕車準備好 接我們去飛行傘中心 剛剛下車了 我們來到這個飛行傘基地 哇! 哇! 在香港和台灣玩飛行傘都是千多元 不過這裡是台幣計價 便宜三倍 我們要準備出發 其實Franck也在穿著我 待會我們就要跑出去起飛 好緊張啊 這裡還包括Globo 全程給你自己錄影 我沒有拍到自己起飛的狀態 因為我已經一早飛出去了 因為之前玩過就不太害怕 Franck也在這段給大家看看 究竟它是怎樣起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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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Franck也跟我說 因為它跑得太慢 而且它太重了 差點撞到樹上 你還沒聽見 你有沒有笑笑嗎 哎呀 哎呀 哇 在身後盤旋的飛行山就是我 因為我比較輕 可以在上面逗留的時間 會長一點 我還沒遲飛了 是呀 哇 飛行的感覺 大家最需要體驗一次 好像有隻翅在你身上生了出來 是從來都不會有的運動體驗 我覺得是很驚喜 太美了 不錯 外公這邊獨特的地理環境 可以令到在山上起飛 看著一望無際的大海 最後可以在沙灘那邊落地 是不是太好玩了 沒有錯 對不對 沒有那麼可怕了 我之前在日本有玩過這個 但是沒有那麼 哇 就蠻短距離的 我們會比女生還要先走下去 因為我兩個比較重一點 哈哈 對不起啊 對不起啊 我要減重了 哈哈 Frankie Frankie在前面 他比較重 對 他們兩個男人比較重嗎 對 好舒服 哇 哈哈 好了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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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特地飛出海裡 360度回玩 真的很刺激 哇 我曾經跟Frankie說過 飛行山是非常好玩 當時他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他自己喜歡玩滑浪 經過這次之後 他真的很難和 很開心 哇 很開心 哈哈哈 開心 年快睡 很多東西都沒有 了 連個緊 unas其他東西 ے 那當然都沒有 真的 一定要玩一次就很興奮 會上癮 是啊 會上癮 之前在日本米字遊玩過後 我就覺得真的是一種從來沒有的感覺 覺得自己是小鳥 小鳥 小鳥看東西很爽 高度很高,遇上風 帶風的時候可以逗留久一點 我跟教練一早已經飛到地上 我輕一點就可以在上面玩很久了 我們現在回到民宿 待會就去蕭溪那邊 蕭溪那邊有一陣溫泉家 其實可以去烏石港那邊坐巴士 或者直接坐的士 其實的士都是20分鐘車程 不算貴的完全 行程表裡也有介紹交通 但我沒有將飛行山放進去 因為始終不是很多人玩 只是介紹一些蕭溪的景點 大家也可以看看 來到我們今天的酒店 蕭溪這一邊最有名的就是溫泉 這間叫豐華度假酒店 2023年5月才新開 主打度假風一定會有泳池 一入酒店已經有Welcome drinks和小食 其實Service還是非常好 加了他們的Line 還可以隨時叫酒店幫忙叫的士 最大賣點都是這裡主打 全部客房都有半老天溫泉的陽台 門口很大地方 給大家擺行李和擺衣服 很貼心地準備了拖鞋和毛巾 因為下面也會有個大浴場 這個門口的左邊就是淋浴間和廁所 還有洗手區 是完全獨立分 這種日式設計我非常喜歡 見到的都會一律加分 洗手用品相當齊備 還有Mask 基本上帶個人來就可以了 房間真的極有空間感 還有超大的雙人床 看電視之外 他準備了一些小零食給大家 我覺得這些就是貼心位 還有牆子和椅子 都是很有質感很漂亮的 我最喜歡他外面露台的設計 可以有得淋浴 也有日本臨浴的小木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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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日式風情 很棒 這傢伙在追蹤自己的錢 我們剛剛浸完溫泉 現在當然有時間出去逛逛 昨天你客就看看外面有什麼 晚上我們就會上山吃晚餐 聽聞這裡有個夜景很漂亮 大家一定要去的 很漂亮 這裡不知道是屋 還是民宿那些 全部都溫泉旅館 這裡附近真的有很多溫泉旅館 以及高級酒店 但也不一定要在這裡住一晚 因為這裡附近也有一些日規的溫泉 其實朝溪這邊還有很多景點 行程表裡面還有介紹另一間打卡cafe 在附近 在車站附近還有很多食物 這裡又不一定要待一晚 如果沒有時間的朋友 其實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溫泉公園 裡面都是什麼都有 可以按摩 吃拉麵 有一層溫泉的 旁邊 旁邊就是溫泉公園 不過這裡最大的特色 不是溫泉 而是超可愛的幾米兔仔裝置 它是2021年才生產的 一秒就進入繪本世界了 想不到公園裡面還有一些咖啡店 其實這裡是一個遊客中心 可以在這裡浸 這裡原來 這個公園雖然可以免費浸 不過可能比較辛苦 真的比較多元 那朝駕站外面的公園 其實就會看到有個的士站 在這裡可以坐的士 想到空間農場中間 有一個接駁車的位置 兩位 這個叫空間農場 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麼意思 這裡因為有明星徐堂的加持 所以這裡變成一個打卡性地 現在上面真的挺浪漫的 很適合拍拖的 我們遇到會多人 所以特意早點到 不過完全沒有拍拖之前 外面的座位已經被人佔了 但幸好這裡有兩層 我們進去的時間 還有很多位 再之後 晚上大約七八點 就真的滿了人 有些人說這裡是打卡農場 除了美景之外 我覺得它真的有實力 看到它的食物製作非常用心 即場手製搖燒披薩 基本上有這麼漂亮的夜景 這麼好的氣氛 它是可以做到很客氣的 但它的食物是完全有驚喜的 我們爛了樽果和玫瑰拉蒂 我們爛了檸檬雞翅 正常發揮 還有這個披薩 就結合了宜蘭的命蠅 櫻桃鴨製的搖燒披薩 正常吃搖燒果 真的特別香脆 好吃 另外還有一個奶油 雞肉千層面 味道也不錯 不過就沒什麼幾億點了 餐廳中間有棵打卡樹 但它後面的景色才是一缺 可以眺望到南陽平原的夜景 不過是整體消費貴一點 大概埋單300元港幣左右 有明星家池 還是動物友善餐廳 所以很受當地人歡迎 中 100元港幣 便能斯 laat liked 出現通練 但回程師請露車時間 請電駕設定的士 去接駛車位置 便會有紀施等那我們 如果你是朝溪站 想一天遊 其實相當方便 車站這裡也有很多Locker 附近也有很多食物 這裡有溫體牛 溫體牛是什麼? 即是即日 陶宰即日 像沒有經過冷藏的牛肉 溫體牛 餐廳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想要街邊小吃 沿著朝溪斜站外面的大街 一路走 其實沿浩都有非常多的小吃店 有廢水 更加有街邊的小炒 這裡的百寶冬粉 和南洋的樸肉 都是很有名的 我們也是買樸肉回去吃的 原來是豬肉條 豬是你的肉 我們發現 70日有這些小瓶酒 很有趣 香港好像沒有這些 我們買完我們喜歡的食物 拿回酒店慢慢享受 下集最後一天在宜蘭 我們去羅東的民創園區 再去全台灣最出名的釀酒廠 DIY自己的威士忌 再吃完宜蘭最出名的應徒鴨 全鴨燕 如果你喜歡這個行程 但又不想計劃得那麼辛苦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 又或者按暫停 在左下角找到一個購物的標誌 可以單次購買過的行程表 裡面已經有了交通 和更加詳細的餐廳推介 行程指南50%的收益 會用了慈善的用途 想支持我的創作 可以加入食文會員 場長可以抽選手信福袋 我亦都可以在IG回答你的問題 食物富士會員 可以在社群當中提供的連結 下載到所有行程表 包含時間班辭 有用連結 餐廳介紹 洗肺預算 景點介紹等等 詳細的資料 每個行程時間和景點都要連接 去承換案內 和Google Map 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